紅色這一個東西不會動 不會動它 它只會轉跟著這個轉而已 然後這個會往前動 這個動的時候這個不會動 這個 中間這個軸是依據什麼跟它一起動 因為火塞 油牙技能不是把這個整個推前面嗎 對啊 可是這隻 它要走什麼前進 這隻前進跟這個沒有關係 除非是這個 讓它整個往後移 它才會動 不然它沒有辦法動 那我查到是不是 好像是什麼帕斯卡原理的關係 是不是 我是想這個 藍色的會有油 可是油不是在外面嗎 你看 這裡有油 歐性環 進來 擋在這邊 這邊 這邊的空間 新的問題 對 還是沒有想出來 那個 紅色的 現在就紅藍紫 對 紅藍紫 紫色的是那個活塞推 對 這個推它 因為它那個是用螺絲 四根螺絲 或者三根螺絲 鎖著活塞 對不對 紫色的 所以活塞前進 是不是紫色的就前進 嗯 紫色前進的時候 前面有一個紫推軸層 有一個紫推軸層 然後有兩顆軸層螺絲 鎖著 對不對 所以紫色前進的時候 藍色的 就一起前進 紫色前進的時候 藍色的就會一起前進 一起前進 因為 扣過這個 固定 藍色的 就被帶往前 對 藍色跟紫色的是 靠著那兩顆 那個 軸層螺絲 把它鎖著 哦 那它鎖著的話 因為這一根藍色的軸 要會轉 藍色的軸 藍色的軸 是靠著 後面這一個 手輪 帶動這一個 鍵 這個是雙頭圓鍵 好 雙頭圓鍵 這個鍵 帶動這一個 紅色的 空心軸 那這個空心軸 上面又有一個 鍵 這個是圓形鍵 鍵 裝在空心軸 這邊是圓形的 那這個圓形的 把它抹兩個平面 所以藍色的軸 它是一個長 長草 對 一個草 對 所以藍色的跟紫色的是同洞 吐去 然後沿著這個槽 就這樣 推推推 在這個槽裡面 所以那個 藍色的 它在前進的時候 是不會轉 嗯 紫色的在前進 也不會轉 嗯 對嗎 對 對 紫色的在前進 為什麼它不會轉 它有可能會轉 你說跟著 因為這個固定 紫色的在前進的時候 它可能會轉 看一下 有可能會轉 嗯 因為它沒有 讓它不轉的鍵 或者是什麼槽 所以它在前進 後退的時候 有可能會微微的轉 但是不會一直轉 因為它是用活塞去推 嗯 這個活塞 沒有像這種 這種長草來固定 所以這一根 內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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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紫色的 它在前進 有可能會轉 嗯 好 但是藍色的 會不會轉 在前進 跟著 紫色的在前進的時候 它會不會轉 藍色不會轉 因為這個 被 這個槽 牽制住 牽制住 藍色的會轉 是因為你手輪轉 它 帶動 紅色的 空心缸 然後再 帶動藍色的 軸 它才一起轉 那老師這個 紅色的不轉 對不對 紅色的會轉 這個 會轉 是因為 手輪轉 在轉 它才會轉 那這一塊也沒有在轉 會啊 只要紅色的剛轉 你現在指的那個地方 它就會轉 它會這樣 兩個一起動 一起動 然後才把藍色的帶走 讓它一起轉 藍色的也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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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是因為劍跟它 結合在一起 然後 它再一起轉 所以這個 這個槽會這樣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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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活塞 在前進後退 前進後退 你可以把它視為 走是沒有再轉 可以視為 走沒有再轉 對 走有再轉 是你手輪有轉它才會轉 所以它這一個是油壓進擊機構而已 進擊它只是負責走前進後退 那你前面裝什麼東西我是不知道 那如果你要它在前進後退的過程當中 你裝的東西需要旋轉是靠手輪 需要靠手輪去旋轉 那如果我不需要旋轉的東西 我就靠這個就不要動 就純粹靠這個油壓去帶動 油壓只是前進後退而已 它沒有再轉 你的藍色那一根走式沒有再轉 那什麼時候會需要轉呢 比如說我加工的東西有可能要一個角度 所以我這時候才會用到這個手輪 或者是你在弓箭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你這一個它只是負責進擊 我只知道它是前進後退 它這個手輪轉 那個走才又轉 它前面這裡有裝什麼東西 我們就不知道 所以平常前進的前後的進擊就是 這裡會裝一個幫譜 存配這裡有一個機構 機器控制幫譜 由進由出 影響這個藍色的前後 所以剛才你們在研究的時候 紅色的這一個空心缸 說會動 會跟著前進後退 那個地方是不會的 為什麼不會 因為這裡有一個階級 裝在這裡的時候 到這邊叫一個羅馬 將這一個手輪 跟這一個第 這第幾件 這個算第幾件 哪一個 這一件 第二 沒有 第二 第二件 手輪跟第二件 就靠著這一根空心缸 羅馬鎖起來 手輪這邊鎖起 跟這個鎖起來 所以這兩件 就鎖在一起了 在這個範圍裡面 這樣 有沒有 到這邊 這裡有一顆羅馬 嗯 成頭 六角成頭 色 所以這裡齁 你在畫這個羅馬 你在畫這一個手輪 這一個地方 跟第二件的這一個 寬度 這兩個加起來 要小於還是大於這一個 鋼的這一段 紅色的這一段距離 這學問在這裡 你那個沒有 射筆 射筆 這一個 比較大 這一個 比較大 比較大 這一個 這個 這個沒有 還是用這個 用這個 這一個羅馬 這一個羅馬的樣子 是到這邊 那邊 那裡 有沒有 鎖 鎖到這裡 為什麼要做這兩個階級 這兩個階級 鎖上去 鎖緊的時候是哪 哪一個面接觸 是接觸到 黃色的這一面 還是接觸到 黃色的這一面 是哪一個 這兩個面是哪一個地方要有間隙 這比較關鍵 因為你一直鎖一直緊 鎖緊的時候 如果 紅色已經到了 會有什麼結果 或者是 黃色已經到了 紅色還沒到 那會有什麼結果 這你要去考慮 這 公差就是在這裡 我初步想是 這個要鎖緊 這個要有間隙 那個要有間隙 跟紅色有間隙 這樣 不錯 唉呦 下面鎖緊 如果這裡 鎖緊 這裡有間隙 那表示 紅色在轉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螺帽 階級螺帽 也在旋轉 不會有可能 不會 你想喔 嗯 你如果這裡緊 勢必這裡 全部都緊 對 這裡都緊 你怎麼轉 OK 所以為了讓這個 手輪能轉 這裡要有間隙 所以這裡要有間隙 這邊要有間隙 你才能夠轉 這兩個地方 要保有間隙 嗯嗯嗯嗯 才能夠轉 所以我們鎖緊的時候 是這個面接觸緊 這裡到這裡要有留有隙 所以 你的手輪 的公差是負 這一邊 這第二個隙級 跟紅色接觸的這個地方 的寬度要正 嗯 你才有辦法產生 這裡是隙 才能夠轉 嗯 有沒有 對 有沒有道理 那第二件的話 這個間隙 也是要負啊 零負啊 所以負負負到最後 從這一段 從這一段 到這一段 然後 才會 有語氣出來 嗯 嗯 嗯 有道理 好 學問 嘿嘿 沒有 以後你就 就會 注意到這些 嗯 而且怎麼要跟你說 要拆這個圖之前 你要先知道 這個 機構 整個前後運動 的狀態 你才知道 你公差要下在什麼地 嗯 你如果沒有弄懂 你公差隨便下 隨便搓 到最後組合起來 他就是不會動 啊 哪個冰檔是 剛才喝 文氣 文氣 但是如果 像這樣子 了解 你做出來的 一定會動 好 對 這裏就是羅帽這一邊 這一邊 你再想 這一邊你再想 想想看 這個齁 你看喔 你看 他這個有凸出來 這個紫色的這一缸 他這裡有凸出來 然後鎖這一個 指推左船 鎖指推左船 你要做什麼 他會轉啊 那這個 這個 他會轉啊 羅帽不會轉啊 所以你需要一個軸承 靠著 讓他有 轉 這什麼 多了一點點 一個 血溫 你說 這裡有個 鎖出來一點點 對 看這個有這個 他那個 他那個 畫那個東西 就是 他還有裝什麼東西 在那邊 在那邊嗎 對 那意思就是 我是說 為什麼要 凸這個一點點 這個很好解釋啊 因為他 不想跟他 碰在一起 因為這個 這個加上這個 要大於 最外面這一件 讓他凸出來一點點 我有說 為什麼要加這個 指推左船 還沒什麼 為什麼要吵 過 有什麼提示啊 哈哈哈哈 我看還有其他 原因是不是 這條這個喔 還有其他原因啊 就問為什麼要加指推軸承 我們換個方式問啊 你說我其實也可以不加指推軸承 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我可以換別的軸承 沒有我是說為什麼這個要加指推軸承 這個為什麼要加指推軸承 你要怎樣指推軸承 這個零件它是在做什麼 就是承受 軸向的軸向推力 對啊某個方向軸向推力 就好 那你現在鎖輪回頭 前進是哪一支 前進 前進是不是 抑壓缸前進 紫色 紫色前進 藍色一起進 但是我手輪只是負責旋轉 讓藍色的軸可以回轉 對 那也就是說你的空間方向有推力 比如說這個是車床尾座 我今天要用車床尾座到鑽頭去接工 這支鑽頭 你用青菜鑽頭 你用青菜鑽頭去接工 這支鑽頭 一定裡面有指推軸承的東西 那個鑽頭夾頭 一定有做一個指推軸承的東西 那不然你這支鑽頭 這支鑽頭在這裡 車床在那邊 一直回軸 車床在那裡回軸 那你這個東西要去 這支鑽頭 那邊做會滑 那頂心抖通 埃到 所以想要倒一個頂心抖 那個坐在回軸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側向壓力的 心是一定要有一個指推軸承 這樣如果要回軸時 你要抖那支推軸承 那你這個前進的時候也會有 也會有側向壓力 來的時候,反例是不是塞這支座 塞到這支座 塞到這支座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羅帽 推這一根座就相當於推這個羅帽 這個羅帽就推這個指推軸層 你了解? 相信之下,我在迴轉的時候一定是有 受側向推力的 所以我這裡選一個指推軸層 老師,你說的側向推力是指這個方向呢? 還是這個方向? 側向,左向 左向推力 這個叫鏡向推力 這叫鏡向推力 鏡向,ok 所以這支座 是不是只能前進 前進,前進 如果我在回轉的時候 這支座是不是相當於會回轉了 藍色的走就會回轉 有推力嘛 對方一定有推力回來 所以我在轉的時候 有推力的時候 我就選一個指推左層 會比較好轉 我在轉的時候 會比較好轉 那不然那個指推左層 在那裡回轉的時候 很難回轉 很難回轉喔 這個 乃瓜哥 這個孔這麼大 它裡面就是先放一個指推軸層 叫一支螺桿 我現在在夾尺的時候 這個活動前口 這個弓箭在這裡 我活動前口 夾夾夾夾夾夾 指推軸層要倒這邊還是倒這邊 指推軸層一定倒這邊 還有一支座 因為這隻剛好沒有 我們這裡也沒有這個東西 那種的都沒有 這個大隻的比較有 拿一支筆來看 我會給你們看 這小的都沒有 要這種大的才有 因為這隻比較大 那個也沒有 這個也沒有 這個也沒有 那這邊呢 這個有點像 這個 那個 那個都沒有 也沒有 要這種 尺寸以上 好看 這是活動 那現在 指推軸層 那這個是洛桿 洛桿 他這裡會做階級 看一下坑 指推軸層 好 指推軸層就放在這邊 這樣 這樣 這支螺桿 在這裡 這個前進 嗯 你壓到東西的時候壓力 是向後面 咬咬咬咬咬 咬咬咬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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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如果沒有倒這個指推軸層 你根本就噴不怕 它整個面接觸 變這個 這個面跟這個面接觸 你根本就 摩擦力太大 摩擦力太大 噴不怕 轉不動 對 因為這個壓力就可能 1.5噸到2噸 嗯 嗯 有當然 好 所以這個 這個軸層 這個指推軸層 一定要爭 但是 容易壞 嗯 所以這種的 這種浮潛 你在學校 做學生的時候 是不是都掠公圖在那裡掩 嗯 那是說不要 就拿教訓 盡量 盡量掩 掩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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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軸層 派去 你就是在砰的時候 有夠砰一砰 做學生的 剛好從這裡 疼起來 換那顆軸層 沒有 嗯 對啊 大概是這樣子 那些也是一樣 剛才那個題目就是 你在晉級的時候 一定會有推力 嗯 會有推力 你是不是手要砰而已 對 要讓你的軸旋轉 如果沒有加那個指推軸層 你就砰不怕 因為它推力已經把你拆掉了 嗯 嗯 你根本沒有辦法轉 那邊跑 了解 好 謝謝 謝謝